i try it so hard and got so far in the air 整个晚上又下雪了 上层雪子了 看一下 整个车已经盖上了 多大的霜啊 都看不见 我们去里面看就清楚了 看一下啊 这都是厚厚的霜啊 在玻璃里面全绝的霜 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露营的 然后呢 这条头一个人都没有 点了个小鸟都冻死了 你看 这有多冷 这河水全部结冰了 四六还下去玩 真不怕冷 看到没 寻了个地方 回来四六 太冷了 那个芒果 刚刚放了一会儿 就不知道去哪玩了 啊四六就把芒果找回来 芒果呢 去找回来 看哪里 外面太冷了 走吧 刚刚喝的水 立马是结冰的 那个 走上车去 现在室外的温度真的是低啊 淋一下十度 在这里呢 感觉到像在西藏啊 不过咱们有这个房车之后啊 就没有挨洞 还有一点啊发现这个房车啊 真是太牛了 留在哪里 没有真理水 我以前用了好几次房车啊 发现都有真理水 但这个房车里没有 看一下啊 这个都是这个门板上面都是没有 一点真理水都没有的 如果是以前的房车 这个上面啊这么冷啊 反差呀 早就有水了 只是这个玻璃上面 昨天晚上这个玻璃上面 啊 商城隔温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你看 这个玻璃上面都没有 那个冻霜 前面的挡洪玻璃都有 我给他们喝点水 立马就是结冰 你看这都是霜震玻璃 所以说他就没有结冰 今天早上我们来煮点面吃吧 这个汽油的车就好 你早上就打着了 你看这冰 哇塞 还有这旁边的 都能够写字了 都能够写字了 现在先热一下车吧 热车我们再出发 看到对面山上的雪了吗 现在都没有融化 这车还怕冻坏了 你看外面爆了一层 白白的雪 还没水 我们出发吧 看一下非常神奇啊 到这边来 拐个弯过来 这边雪全部融化了 山上有些木屋 看到吗 对面 对面那一屋房子木屋 放暑假的时候 也是一防篮球的 前面发生交通事故 很多人都往这个小路上走 但是我不敢往这个小路上走 开了房车 又是堵车的一天啊 这个下雪呀 山高路滑 在隧道里面发生交通事故 咱们也不去冒险了 然后呢 就是车里面 煮个中餐吃吧 这个 煮的面条下去 然后 这个还有青菜 等一下把青菜也煮了 这个也煮一点点 这个先下去煮 我们家的面香了 哇 香 把菜放进去 熟了 看这个面条 太棒了 开始吃了 现在饭都吃完了 再不走就不行啊 我们只能走这种小路了 哇塞 这个旁边还是非常危险的 啊 啊 全市的这种非铺中路面 哇前面有一个壳 看到吗 很窄 要去看一下这个路吧 这个路能不能走 哎呀感觉到好痘的感觉 有个斜坡 哇 这个路还是不敢走 看看这边 旁边就是一条河 这几个坎啊 太窄了 咱们的房车太高了 现在没办法只能掉头回去了 那个车的话 我担心它翻得够里面去啊 啊 那个轮胎都已经翘起来了 非常危险 咱们只能从这里掉头了 还好这里还可以掉头 不然走不了 好 刚刚我试了一下啊 从那个小路过去 但是那个路太窄了 我很担心这个车翻啊 那没办法那咱们去还是继续等吧 但是从这个坡路上面开上来 没问题这个车动力还是可以的 现在希望那个前面车快点 能够解决 这个冰确实暗冰确实挺滑的 对这个人家来打烟了 嗯 咱们就那个 嘴里太滑了 咱俩这个进洞的时候 那这个 提前减锁 这个洞口冰 对面就跨不了 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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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煤矿 两个车全部喊在隧道里面 几百米远啊 前面就 没办法了 没有等待 哎 这个车通就等了一群毛流 哇 你看 看一下塞车塞得多远啊 咱们现在终于通了 今天晚上咱们在这个地方录影 看见 这里 空无一人 只有咱们一辆车 看见 蛇 我们还坐在这里